梅西缺席,迈阿密国际还是赢球了。这场胜利对迈阿密国际来说极其重要,因为要想冲击季后赛,就不能够轻易丢分,基本没有犯错的空间。这是梅西加盟球队之后首次缺席。在梅西的率领下,迈阿密国际进入了疯狂赢球的状态。 而现在梅西因为国际赛事,回到阿根廷国家队提示预赛,而美之连联赛则继续进行。这导致梅西缺席迈阿密国际的这场关键比赛。 在赛前,人们担心缺少梅西的麦阿密国际会回到之前的糟糕状态,但事实证明,麦阿密国际已经不是以前那只任人蹂躏的球队了。 麦阿密国际因为之前连续赢球,士气大增,球员也踢得更加自信。球队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即便偶尔缺少梅西,球队还是能够应付得了。当然,缺少梅西的情况下,需要其他巨星站出来拿出决定性的表现,才能够让球队踢得更好。 在这场比赛中,麦阿密国际的超级外援布斯克茨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布斯克茨的快发任意球,直接让法里亚斯获得单刀机会。 并且法里亚斯也把球打进了,这力进球奠定了胜局。 布斯克茨的这番操作就是经验与视野的完美结合。 这场胜利也让梅西松了一口气,等到他回归球队,将与队友继续冲击季后赛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最担心的情况就是梅西出现伤病导致缺席一大段时间,在阿根廷与厄瓜多尔的比赛。 梅西出人意料地在最后时刻让教练把他换下,这让人担心他是受伤了。 幸好,经过检查之后,梅西并没有出现肌肉损伤的情况,他只是过于疲劳。 来到麦阿密国际之后,梅西踢了太多的比赛。 这对于已经36岁的梅西来说,太难了。 为了避免伤病,为了让梅西在上场的时候发挥更好。 球队应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让梅西进行轮休。 再不计在球队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,把梅西换下场休息。 如果麦阿密国际能够逆袭杀入季后赛,那将是非常神奇,非常伟大的成就。 梅西能够率领麦阿密国际进入季后赛吗? 我相信梅西能够做到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